115-113 广东得比战 亮飞险胜涉险过滑 广东队再度笑到最后 肆意除了取得亮联胜 延续过去多年牙具二帝深圳队传统外 真正让杜丰乐开怀的是 广东队的国产球员 展示出非常强的实力 全场比赛 锦意建联 周腾以及赵瑞三人 他们的得分便抵消了对方双岸员发林杰和伯顿的得分 广东国产球员竞胜对手59分 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宏远强大的国产实力 尽管在这场比赛中 广东队的小岸员得莱尼印象缺阵 不过 总观全场比赛来看 小岸员的缺阵对广东队的排兵布阵 固然有一定的影响 但依靠着强大的国产班底 广东队还是有足够的底气去叫板对方双岸员阵容 面对整体实力不足的深圳队 广东队虽然少了一个岸员 可在球场上却丝毫不落下风 在关键时刻更是展示出八冠王该有的风采 广东队此以能够在德莱尼缺阵的情况下绝杀对手 因求的关键所在还是靠国产球员 在这场比赛中 广东队国产球员有10人登场 除了小将曾凡日和徐吉兰 其余八人均有得分进场 抛开威姆斯拿到的18分 广东队全场比赛115分钟 又多达97分 是来自于本土球员得分 国产球员得分占据全队总得分比为84.3% 换句话说 外员得分仅占全队不到16% 相比之下 深圳队则完全是一支依赖外员发挥的球队 在这场比赛中 他们虽然也拿到了113分的高分 可仔细翻阅赛后的技术统计 深圳队国产球员竟然只有卢奕文一人得分上双 这也就意味着 深圳队全队的得分绝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外员 此一创林杰砍下了全场最高的44分 而小白员也有31分进账 两人合力砍下75分的高分 而国产球员的得分和瘦的可灵 仅为38分 占据全队总得分为33.6% 国产球员得分比如此之悬殊 相信不只是杜丰 任何一个主教练看着这数据都该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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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